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全球的经济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头 因为面对时尚前所未有美国量化宽松的政策 美国第三次也就是Q3的整个购买公债的计划 在去年开始启动要进行减债的规模 从那一刻开始全球经济又是一番重新的起习牌 美国的联准会主席就在1月31号的时候 正式的换手Janet Yellen上台 在这个礼拜还拿到了美国国会 这是她第一次公开为她个人对于未来 如何把美国购买的公债量化宽松政策 一步一步收回来首次最重要的谈话 她的谈话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她要让有秩序的退出 因为她认为QE1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帮助 避免当时的银行倒闭 QE2勉强还可以 但是已经给全世界带来相当多的波动 QE3她认为是B大于利 所以她这个态度很明显 就是美国要有秩序的 而且给市场在没有太大的惊讶之下 有秩序的一步一步的把钞票收回来 也就是退出整个购买公债的计划 所以除了过去去年减击100亿 今年初再减击100亿 它未来将会有秩序的 让大家预期的 而不会太戏剧性的 一步一步的退出 第二个 由于从去年底开始的退出行动 导致了新型市场重大的改变 那么中型市场很多国家陷入了 很大的经济危机 很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动荡 尤其是货币大变 美国的联主会的没有一个主席 不面临风暴 1979年的时候 Provoker上台 他面临的是美国可怕的通货膨胀 Alan Greenspan 格里斯班上台的时候 他面临的是1987年的处代危机 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然后当然是Bernanke2006上台 他做梦都没想到2008年 他迎来美国史上 也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然后现在Yellen面临的是 在那一波经济大萧条 丢出来的货币 他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收回 而当收回两次 也就是将近每次各100亿之后 他发现呢 整体来讲呢 整个美国的经济制造业数据 目前是停滞的 这到底是大风雪 还是你钞票收太快 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一项考验 而联主会过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降息 可是在Bernanke时代已经降到零利率 降无可降 所以人们说对Janney Yellen来说呢 他是联主会已经到了弹尽圆绝的状况 目前为止只能够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稳定的角色 不要让市场有太大的惊讶 不要让市场有太大的风波 不要太大不确定性 那么对市场的伤害将降到最低 新联孔但政策不变 这是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叶伦 十一号首次在国会山庄作证 让外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全球经济局势诡决不明 美国就业报告连续两个月意外疲弱 新兴市场崩盘 则引发股拍效应 甚至新一波金融危机的疑虑 身为全球最呼风唤雨央行的 新任舵首 各界急于得知 叶伦怎么看待美国的复苏 未来联准会走向又是如何 尤其是投资人最关心的量化宽松QE 后续退场动作 一如预期 叶伦强调目前的经济数据 还不足以使已经开始执行的 QE解码转向 我认为您的讨厌 我认为 不过叶伦也强调林准会绝非按照既定的剧本走 至于新兴市场近期自由落体般的狂跌 叶伦认为不至于会对美国前景构成威胁 叶伦和公开市场委员会FONC预期 2014和2015年 美国经济活动将持续温和扩张 失业率也会继续下滑 叶伦表示回顾美国历史 这次的复苏速度确实特别缓慢 不过自2009年底至2010年初 失业率徘徊在10%附近的高点 到目前则已经创造了780万个就业机会 失业率也已经跌至6.6%的五年低点 叶伦的证词未托外界预期 但缺乏旗旗反而让市场毫无悬念 放心大胆进场买股 加上美国众议院无条件通过 调高联邦政府举债上限 至2015年3月 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 针对调高债线的反复斗争 暂时平息 激励美股三大指数走高 创今年以来最大涨点 投资人对利率走向极为敏感 1月失业率已经接近6.5% 也就是联准会先前表示 将开始考虑升息的门槛 叶伦一如前任的国南克 保证宽松货币政策不会迅速转向 联准会的决策往往具有全球性影响 3月18到19号 叶伦将首次以联准会主席的身份 召开利率会议 届时也将是探知 他下一步动作的另一个创合